喝剩的啤酒不要扔,把它搭配上蜂蜜 大家一定想不到它的作用竟然这么大 真的是太神奇了 简单又实用,解决了不少家庭的麻烦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一群三连求关注 每到夏天,最烦的就是蚊虫了 通常我们会用到蚊香或者是驱蚊剂 可大家不知道的是,它们的配料表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长期使用,对身体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 今天就分享一个驱蚊的小方法,安全又健康 我们把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在距离瓶口的三分之一处给它剪开 大家发现没有,这个断口非常的锋利,容易刮伤手指 我们用打火机给它烧上一圈 就变得很光滑了 接下来,舀上一小勺的蜂蜜 倒入瓶子中 然后把喝剩的啤酒倒进来,不用过多 倒入三分之一就可以 把蜂蜜和啤酒充分的混合均匀 然后把瓶口倒立在瓶子中 一个灭纹神器就做好了 因为啤酒中含有麦芽糖成分,蚊子会非常的喜欢 像这样做好的灭纹神器 既没有化学成分的危害,也没有火灾隐患 安全又环保,简单又实用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窗台上或者是卧室床头处 厨房下水道旁 以及家里的花花草草旁边 蚊子都非常喜欢这些地方 当蚊子飞过的时候 就会被蜂蜜和啤酒散发的味道所吸引 蚊虫飞进去之后就会被液体粘住 再也不会飞出来了 两种简单的食材,完美解决蚊子的烦恼 让你整个夏天再也不怕蚊虫的叮咬 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